我的老伴是我们的医院室的 我是无理医院的 我跟四十岁待的三十多年了 一四年起到现在 就过着流浪的生活 我们就是一句话 医院室在外边不会待在家里 老伴多活一天 就是我的冰球 我的老伴 大学去了十次医院吧 一四年 一三年都停业了 一四年 我的老伴是个病人嘛 登天就怕人 夏天就怕人 为了他的身体就带着他 强迫各地到处跑嘛 所以华国的所有的急凶嘛 四年起到现在 就过着流浪的生活 今年十个月 十个月在外边 你当地吧 来了再这一次十次 我们十个人应该十个月 十个月在外边 大的目标就是登天在南方 夏天在青藏高原 小的方向没有目标 我们开始要不走高丑了 慢慢走不到 车上经过改装了 谁在车上 还有谁帐篷呢 这几年来挂坏了我十个帐篷 雨一样散着 我们带着都有 突然下雨 老伴行动不变了 首先把它藏起来 六月份到学校的时候 带着瑜伽的面条 它不怪啥 炒锅有电锅 多种锅 现在进化了 有移化器 移化器房间也比较便宜 那病情整体来说 七十多岁门 那实话是越来越重 慢慢渐渐弄都走不了 所以现在我的压力非常大 每天就是上车所要 给它拔裤子擦屁股 等待了洗碗了都不说了 都是比起我做到的 这一样的功能 它现在和一半都没有 渴水都打开 然后给我就吃一半肉了 这我都改进了吗 全岁了 可以说有时候说的 我自己都听不到 我听不清楚 我们这种 所有的安乡莫都带着好几个来 它随时摔倒 没有感冒 没有感冒一次 我亲亲的 我师父高伞他都没有 我们9月20号才从习总 回到文豪家实验室 没待到一个月 他都要出来 他待不住 他悄悄地把衣服都装了 当我找不到衣服 他不敢置身 我发火了 我说换衣服 衣服你给我放哪了 这个他在包包里 那就是他把健脏的衣服都装好了 我们就是一句话 你也在外面 不会待在家里 每天他发不少作品 拍啊 弦啊 还要向别人选啊 求教啊 也挣着生活费嘛 三四千块的生活费 将来有一天 如果他出去活着没钱了 那也我的车子买了 买房子 那就没有家了嘛 现在回去不回去啊 没什么回去啊 走过的大地都是我们的家 他活在就是我的追求 他活在就是我的精神质重 他活在啊 我有说有效啊 他如果不在了 我什么都没有了 我多活一天 就是我的追求